这个蛮度会比较高一些 不过这个是从哪边得到概念 就是刚好那个症状考试题就是考的一次像这样子 它就是它不过那个体股的变化是谁身高最高 体重谁最重 OK 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也就将来如果说你要用python做同样的事情 稍微转一下 那只是说要怎么做底下 所以我们需要的结果就在下方 就是说最高分是几分 并且把他的姓名也抓出来 OK 所以当然以前如果你用那个 什么eSale来做的话 其实基本上eSale可以透过几个函数 比如像这个地方 函数第一个你用max max是要抓上面 那再来你可以用是谁的话 你可以透过什么 透过那个两个函数 一个函数叫index 里面再加match match是去找那个 match指的是去找 最高分那个的位置 地几列 然后再把那个位置 因为位置通常是那个列 地几列的从上往下 然后刚好是第一个 所以用index就把那个 位置的名字抓过来 OK 大概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用eSale的思考方式是这样 但是在python怎么做 OK 我这边提供两个方法 两个方法来做 第一个方法程式会比较冗长 OK 很简单 只要透过什么 就是逻辑判断 第二种方法就是跟这个逻辑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做完这件事情 其实我这个程式已经放在云端上面 其实加哪些地方 我会用那个黄色的底色 把它mark起来好了 这样的话你就是 反正你将来如果要复制贴 或者自己打的话 你大概比照办理就可以了 总共的话呢 会需要有增加什么呢 因为我要知道最高分的那个人的分数是多少 所以我需要 因为有三个科目 所以增加有三个变数 一个叫bmax 指就国文最高分 英文最高分 数学最高分 那预设词就给它0 意思说反正将来就0分 从0开始 那是谁 所以有个bnam cnam dnam ok就指的是国文最高分是谁 名字 ok 然后它预设值也是空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刻意是把它写在同一行 理论上 你可以把它分成三行 不过讲过 因为有时候 我光看到那个程式太多行 我都觉得心很烦 所以我会想说 如果你写这三个变数 写在一起的话 你可以写在这里 所以一产生三个变数 ok 所以这两个 放哪里呢 放在我们 干脆就放在ABC的下方 就放在这个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的话 就开什么 有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就是 当我们放进来的时候 A是名字 A的话是名字 那不用做逻辑判断 那主要是B B要放进来的话 我们可以做什么 做一个逻辑判断 if什么 如果我要加进去那个分数 如果比什么 比那个Bmax的大的话 意思说把他要加进来这个成绩 我把它复制 如果大于什么 大于我这个Bmax 预设值0 所以他会先把第一个成绩先跟零分比 一定留下来 因为第一个成绩是80分 ok 80分那就留80分 第二个的话再放58 58也没有比80分大 没有 没有还是80分 所以一直到最后的话 留下来就最高分 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ok 所以如果进来的那个成绩 比那个Bmax大的话 那我就做什么事呢 把那个Bmax把那个大的留下来 如果他比他大 那就把什么呢 把这个成绩留下来 留下来的方法就是什么 把后面东西放进来 就写成这样子 就ok了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反正就这样写 那写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呢就是再加什么 所以有A就B 然后C的话也一样 所以呢 C的话也是把它贴过来 然后呢改一下 ok那改的部分的话 记得不要改错 这个地方的话是应该是第三栏 ok是2 然后这边改成Cmax 底下的部分的话 就是也是一样的方法 就把这边改一下C 那一时内推 2 再来的话就D 所以以此类推 底下我们再做两个的话 然后最高分是谁 所以最高分是谁的话 就是这一段 那我们就怎么样呢 最高分 国文最高分是谁 那就print了一个最高分 就把Bmax放过来 然后呢再把B 还有个Bnam Name的部分的话 Bnam的话特别注意哦 它的名字叫什么 Bnam 那我怎么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呢 实际上哦 因为它如果找到最高分 那同样的那一笔资料的名字不就出来了 所以呢 基本上就把什么 把this1 复制过来改多少 改成0 不叫的 因为它同一列嘛 同一列那个人的名字 那不就OK了 所以一样的道理 这个C也是一样 所以C那就是把那个人的名字 所以一样都在这一列 所以把C name 这个把它改C了 那D一样 所以我就不做了 我做两个那还OK了 好 那再来看一下 国文最高分是谁 执行一下 OK 那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 国文最高分 就是刘小华 OK 那再来英文最高分 数学最高分 如法泡刺就可以了 OK 所以第一个方法 一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逻辑判断 这一招其实相对起来 应该不困难吧 前面我们逻辑都有讲到 所以有的时候 就有点像什么 蛮像是一个闸口 反正谁 红外一线一侦测 那个人体温过高的时候 那就把它留下来 对 表示他可能有状况 其实类似 反正很多地方 很多机器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做逻辑 判断的事情 只是说 一个是你看得到 一个是在程式 背后做的事情 将来这些程式 你可以灌到机器上面 可以把它灌到 它的那个frameway 它的那个韧体里面 它也可以做 实际上你要做的逻辑 OK 所以有些为什么 程式写一写 可以让它在机器上跑 就是两边是可以相通的 可以写到机器里面去 让机器去帮你跑 你要的逻辑 大概是这样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第一个方法 方法一 不过方法一的缺点是什么 程式太多了 因为你要一幅一个 一幅两个 一幅三个 如果你成绩 假设科目非常多的话 你不是要多很多三行三行 所以待会会讲 如果我不用逻辑判断 你可以用什么 类似于刚刚的这个方法 max 那在Python里面一样有max的这个函数 所以可以知道 比如max刮乎a 那我就知道b 应该b就国文 然后我就可以知道国文最高分是谁 是几分 但是是谁的话呢 你可以用什么 类似那个什么 这个地方有个什么 match加index 不过特别注意哦 在Python里面 其实它的那个match 反而比较像它的名称叫index 去找 有没有 它的index实际上就是中刮乎就可以了 中刮乎里面不就是放index 的位置啦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待会再来 怎么样利用这个方法 可以让程式变得减短 可是减短的缺点就是 程式会比较困难一点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切完给各位 那刚刚写完的这一段程式 云端上也有 我是把它放在第五个单元里面的第十四页 所以如果你假设你怕会有一些问题的话 你可以参考一下我们那个云端上面的 这个第十四页的地方 那第十五页就是我刚刚要讲的那个第二个方法 OK 所以如果可以啊 你可以试试看 所以分别就加了这几个黄色的区域 就是我后面夹的 试一下啊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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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